這次我們來講解一下礦機釣線實時通知的設定 然後還有一些帳戶頁面的修改跟設定 釣線實時通知基本上我是兩個都開啟 那誰有誰列呢等一下我會秀出哪一個比較好 OK那我們現在開始一樣如果你不曉得怎麼點進去的話 我們直接點那個HyperOS左上角 然後點擊第一個你的礦場 點完之後呢我們去點設定 在這個頁面之下呢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個標籤 那基本上呢這就是我我會啟動就是自動生成標籤 因為像這邊我會把它亮燈 因為自動生成標籤的話以後你可以依照這些去做一個管理 那如果說你有自訂標籤的話 其實在這邊你可以看到你不知道去哪裡刪的話 就回到這個地方來做一個刪除 那像我按Show More 就是我自己添加的標籤在這裡裡面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時區的話基本上就是你的礦場 你的時區可以改成你當地的時區 記得改完之後保存 好再來就通知就是Telegram跟Discord這個部分 那每一個地方呢你都可以設成不一樣 那你自己去設定就可以決定哪些要收或哪些不收 那Telegram跟Discord哪一個好呢 我基本上兩個都定 因為我不一定會時常去看熟悉 避免漏掉一個訊息 但其實也是還好 那就這兩個呢 我已經證明了就是說 Discord會比較早收到 Telegram大概都晚個10分鐘 那等一下會秀出手機的畫面 它真的晚個10分鐘 有時候會更晚 所以我會建議你第一個 你Discord去訂閱 就是做一個通知的設定 然後Telegram也做一個設定 那你覺得比較太吵的話 你就把Telegram拿掉 因為Discord會優先通知你 就是差個10分鐘左右 也許還好 但是也許你覺得 你想要更準時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主要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希望這個時時通知呢 對你有幫助 那可以解決你想要 每分每秒利用你的礦機 好 如果覺得有幫助的話 幫忙點讚 訂閱分享 謝謝